许多临终病患都希望在至亲的陪同下 在家中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本地规模最大的居家慈怀服务业者 HCA慈怀护理就发现 过去三年借用病床、氧气机和轮椅等器材的需求 有增无减 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蔡先生是HCA慈怀护理的义工 专门为无法出门的临终病患 或是无法支付搬运费的患者 免费把器材再送到他们家里 这些病患平均只剩三到四个月的寿命 需要靠轮椅和氧气机来维持生命 长期提供免费借用医疗器材服务的 HCA慈怀护理表示 过去三年借用率增加了约10% 个案超过7200宗 很多病人他们在转借给我们做护理的时候 已经买了新的床 所以一旦病人过世了之后 他们就会把这些床捐赠给我们 我们就有再回收 然后租借给其他需要这个病床的病人 有些病人他们就比较排斥 就是睡人家睡过的病床 我们就会想其他的办法 让他们有机会睡新的床 而除了免费借用 本地也有十多家公司 从事医疗器材租借和售卖服务 商家发现随着政府提供高达90%的 勒林住行基金 扣除津贴后最低几十元就能购买新的轮椅 因此买的人比租的还多 像这款电动住行器 就能帮助轮椅使用者上下楼梯 让临终患者也能走出家门 进行喜爱的活动 他可能是觉得说 他已经到了他生命的末期 让我整天躺在床上好了 等死了 照顾病患的人 他可能也是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 其实如果他们能够说 带病患者出去走走的话 这个是的确是很好 比如说用一个提升剂 是能够很轻易地帮他们下床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